假动作,刚刚说完的假动作 它会变成这样,绝招 假动作 绝招,假动作 它是一招绝招来的 它会大喊出来,绝招,假动作 对了,完全没有人理我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就是讲了 就是上次Hop Step的下一集 就是Handshake或者Sway 去过人的 上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练过 Hop Step, Shake Boom 不知道你有没有练好这个动作 好,我们呢,如果你想做一个动作 去过人 由Fake,Shoot的Fake,And Go 你应该中间就有这个 Shake的动作 我简称为J 什么叫J呢,就是Shoot OK,Shoot,And then 一个J字 是J字带动你个人 Go 好多的 亦都仗珍很多 OK 我们手 个人的时候 我们手部的动作 完全影响了你整个动作 观感 或者你握不握得开你的对手 这个很重要 我发觉呢,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教过很多很多学生 在假动作方面呢 他们普遍都有一个共通点 我经常都问他们一个问题 假动作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你都想想 假动作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不是,那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教很多的学生呢 我发觉他们的假动作呢 他是一招绝招来的 什么绝招呢 首先我要请了阿豪出来示范 刚刚说完的假动作 有什么共通点呢 就是他们会发觉 一般学生做的假动作 可能因为学生比较天真 不会骗人 其实应该做乖孩子的 不过动作呢 可以多一点变化 他会变成这样 绝招 假动作 绝招 假动作 他是一招绝招来的 就是他会大喊出来 绝招 假动作 对了 没人理我 是否觉得很好笑 你回去看看你的队友 你叫他fake你 绝招 假动作 你过不了人 你不会分得起一个人 对了 刚刚的问题是一样 什么时候开始用假动作 我会给你一个这样的建议 没有假动作 只有 变动作 你记住 你要分得开一个敌人 是由一个真的 突然间变 是一个真的动作里面 突然间变向 明白 切招 突然间变向 并不是 假动作 第二件事 记住 做假动作 这句是真理 OK 蛇咬 即是被蛇咬 都不要看你的敌人 一眼一眼 记住 第二件事 为什么呢 就是 你如果拿着球 蛇咬都不看他 是好笑的 在你前面 你都不要看他 OK 不要看他 你都还有机会fake到他 只要你一有eye contact 但是 之后你怎么fake 都没用的 我告诉你 不信 是吧 立刻跟你朋友去试一下 你发觉 fake人 摆到这个人在你前面 你看到他 是吧 你看着他 他也是信的 你只要不看他 他有机会信 但是 看一眼 究竟都不会理你的 明白吗 人是这样的 你一有eye contact 他知道你是流 因为一个人射球 你要射球的时候 你怎么会看敌人一眼呢 你看了敌人一眼 你心里都知道 这个人肯定是骗你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假动作 我刚刚说的 J 我们由一个射球动作 变下去 接 fake OK 我们举出来射球 OK 对手 在一个真的射球的时候 他的防守重心 才会跟上来 明白吗 先不要说这么贴 软一点 OK 假设我在这里射球 对了 他是不是拉前了 看到刚刚收慢了 你会看到我已经 立刻走了 这个经验问题 当下 fake go lay up ok 记住 看着慢动作一下 ok fake 跟着 一个J字 然后开步 wonder 手要比直角 一般会吹走过的原因就是 fake J 腳離地 波未落地 這樣就會走路 記住 切 不要看敵人 看著他的胸口也沒問題 看著他的框也沒問題 看著其他隊友也沒問題 不可以看他的鏡頭 一切看著 明白嗎 那個速度 力量 就是這樣可以拼開敵人 我一直以來只是示範一下 都可以拼開 明知你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的力量和速度會快很多 記住 明白 當你要令敵人浮起重心 好了 變節的動作 變了一向是怎樣的呢 就是 用爪的力量 你要記住 你有一個很討厭的隊友 或者敵人 在你這裏 幻想一下 不要打下去 你就是一個J字 用爪 收下來 如果你想過另一邊 記住 你有兩個敵人 OK 批兩邊 再看一次 摺摺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J Swing的動作 令到你大動 OK 看著 摺 大動 兩個敵人 阿豪 不用把頭放在這裡 阿豪 明白嗎 就是這樣 Fig J Go OK 今天這個手部動作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遲些再講一個 再深一點 因為這個簡單一點 Fig J Fig J Reverse 明白嗎 上次我做的就是 Fig J Reverse Step Back OK 如果你做得順 的話 Fig 左右都可以 Step Back到 去射球 OK 好 滿頭大開 今天 完 J 完 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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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